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大家好 又是我Coach Tui 今天一开始我们请到阿豪出来 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讲Defense 系列里面Pose Up的Defense 简单点说我们是Defense 一些比自己高大的球队 我想大家都在香港打篮球的时候 都会遇到一个情况 第一就是我不高 但是我要守抵 第二就是往往 人家最高的就是欺負我来打 第一样东西 记住你是为了对球队去比赛的 你不是为了自己比赛的 你在球队里面 其实一般教练都教 在一个team 里面 是没有I 这个字的 就是没有自己的 你是为了球队的 所以你不高 高 打底是绝对是很正常的 如果不是呢 其实你很好 你记住 凡是有两边想 我不高 但是我要打底 对不对 有些高的坐在外面 做后臂 你打得出已经很好的 记住这个东西 下到场的时候 尽你能力 去做防守 今天就是教你去 矮 手高 第一 是因为镜头有些问题 阿豪比我矮小小的 感觉上 OK 镜头问题 其实他高我成过头 第一 好了 记住 我们搜一个post up defense的时候 你如果这个 假设这个球员 是已经高过你 大过你 他拿到球的话 你输了 必须要接受现实 他一拿到球 你是七成不利 对了 另外三成是受伤的机会 我们如果你要搜一个 比你强大 比你高 亦高力量比你大的人的话 是 OK 第一件事就是 那个球 不要让他拿到 OK 假设 在这个蓝底里面 通常 这位球员 会这样拿我位的 是的 这样拿位的 如果你这样 被他按了在后面 这只手举高 有别人全球给他的话 你输硬的 输硬 可以的 因为他已经比你高大 然后他还要在你前面 他拿到那个球 他还要有球证的保护 你哪有可能救他打 不是叫他没有球的时候 可以犯规 但是在没有球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承认 球证吹球的尺度 是会比较宽松的 记住 他拿到球 我们不可以 hand check 包的 是的 所以你看到MBA的人 手post up 感受的 不要hand check OK 所以早早 不要让他拿到球 我们今天上次都说过 轻轻提过 就是在上次交球 交球的全球教学片里面 说过 其实我们post up defense的时候 一般我们会用 咬前防守 什么叫咬前防守 就是 胸口对着他肩膀 某程度上 这样骑着他的脚 OK 然后右手 骚扰他 当大家在集中 在集中 在看这部分的时候 你的手 按下他 OK 淘不淘 少些机会 不明白 当然如果你很大动作 那你当然是淘不淘 你不要很大动作 但是你可以轻轻把他的手 放在他上面 放在他上面 OK 你很用力按他或者拉他 真是犯规的 如果你放在他上面的话 这样的程度 一般不吹的 OK 我们第一件事 尽量 不要让他接到球 记不记得上次全球的教学片里面说什么 是不是 一般Center 是很难接到球的 但是他一接到球 你都不用知道他交球了 我这么难接球 我就不打爆你 他一定是这样想的 所以我们 保持传统 不要让他接球 骚扰他 OK 骚扰他 如果他本身都已经比你高大的话 记住 你更加需要扰前 宁愿 传播者 放弃传给他 如果你是打一个联防 而教练 也都有一个联防的安排的话 甚至是有机会是 我是这样坐着他 以前我打甲一的时候 我打飞鷹的时候 我是手底的 因为我们那对出名的矮 对 对 出名比较 没有那么高 和速度快的关系 所以我一般都要对着六尺以上的球员 第一件事 我们宁愿这样坐 当然了 他一定会 举手 向后移 套给他 在联防上面 这个中心 是有责任 偷这个球 我 不可以让他最简单铺濕我 先阻止他 阻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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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球 我们要解决一个比你高 比你大的人 第一件事 不要让他接到球 好了 但是如果一接到球 那怎么办呢 好了 当他一接到球的时候 记住 永远想着我们对他的优势 不要只想他对我的优势 他的优势是什么 高 大步 力量大 对不对 但是他的弱点是什么 一般高大的球员弱点是什么 想不想到 慢 还有呢 拍球差 不要让他拍球 我们不要跟他比较高 是在输的 我跟他比较矮 对了 让他球都不敢拍 明白 OK 再来 当你拿到球 对了 我们在下面挖他 对了 对了 明白吗 我们继续这样下去 OK 如果他继续咬进来 那 又是那句了 明知别人单打我一个弱的位置 你这队友 是有责任要去协防 明白 明白吗 如果不是你没得手的 队友里面没有挖的 同样他都要来帮我 这些才叫队友 OK 但当你面对他one on one的时候 第一下 不可以让他很舒服 不可以这样放弃 有他帮他来 你输难 明白吗 明白吗 所以他一拿到球 第一次拿到球 第一件事 不要让他放下来 明白吗 对了 让他害怕 明白吗 开始掉了 明白吗 第一件事就是挖低他 在他下路开始进攻 如果 他在下路不拍球 转身射 对了 看到 一落在下面 一落在下面 你看他越来越缩 不然你准备好一点 是吧 你用你这么小的力量 去挖回他转头 是吧 这个也是第二个要点 明白吗 记住 我们去守一个 post up defense 记住记住 你需要的是 不是block他 不是偷他 而是 尽量要快一点 让他 那个球传走 或者那个球 不要传给他 明白吗 当 好 再来 拿球了 Defense 放下面先 对了 转身 对了 一只手在下面 另外一只手 仰着他的眼 不要格他 因为你没可能block到他了 只是永远騷扰他的视线 记住 偷球 不要常常在上而下偷 很容易犯规的 下而上偷 对了 明白吗 下而上 你看他 不敢动了 是不是 今天 简简单单 那个Defense 记住 几个重点 不要让他接球 咬前防守 over 他的手 而当他正面对着你的时候 正面对着你的时候 由下路开始 对了 下路开始 对了 对了 明白 你打了这么多球 你会不会出我犯规 感觉差很远 再拿着球 对了 下面撩上去 对了 没那么容易犯规 记住 上而下 犯规就容易很多 OK 今天 Pose Up Defense 对了 希望帮到你 希望帮到你 我以前都手底 加油 记住 他加完球之后要做什么 手底最重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Pose Up 拿篮板 记住记住这件事 OK 好 这一切 七 三 三 四 一 二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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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